怀师说再见 于是就再见了 虽然中间发生了一些大家都不想看到的事情 但狐轮着来了狐轮着走 起码能算个圆满落幕 在办公室里 目送着那两个俄连人离去 怀师抬起手 接通了声天目打来的电话 俄连人也去你那里了 怀师笑了 人都坐了半个小时都走了 你现在才打电话来是不是有点晚了 就是知道他们走了才跟你打电话 声天目说 你最近小心一些 总无事令之前 可能局部斗争可能就会开始爆发 你最近这么出风头 我要是俄连人或者铁王党 一定先解决了你 我还以为你会怪我羞辱了来史 抢了你装逼的风头呢 没关系 刚刚我也把铁王党的人骂走了 爽过了一波 不介意 声天目大度的接过了 同时得罪K字党和铁王党 怀师问 你认真的 不然呢 难道跪下来磕头就能够保证平安无恙吗 声天目轻声感慨 老朽真的会磕头的 而且还会一磕再磕 但磕头已经没用了啊 怀指军 你小心一些 我最近 总有不安 嗯 我总觉得 事情没这么简单 声天目烦躁的叹息了一生 归根结底 混种想要生活在盈州的世界里实在太难 哪怕是为非作歹 可连为非作歹都活不下去了呢 怀师沉默 许久 他说 总会有办法的不是吗 谁知道 有一天算一天 也就这样了 声天目摇了摇头 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最后提醒到 赤其之前遭遇了袭击 是怒集团的人 你记得小心一些 出入的时候多带一些人手 我懂的 放心 电话挂断之后 怀师回过头 看着挂在墙上的计划表 饮水公司 生鲜市场 医药连锁 一切宏伟的景愿都在动荡之中中断 就连刚刚有所雏形的怀执组 如今也差点分崩离析 这个世界总是这么残酷 想要创造美好的东西那么困难 可想要毁灭它却又太过简单 或许爱情不赞同自己是对的 从一开始 他就知道 自己在浪费时间 沉默里 怀师歪头 还没有点燃烟卷 就听见身后传来了敲门的声音 当他说进来的时候 便有人推门而入 依旧是那一身烫过不知道多少遍的西装 那个老男人浮了一下眼镜 抬头向他露出了有些尴尬的笑容 宅间 怀师的动作停顿在原地 抓着打火机 目瞪口呆 你怎么还没走 旋即 她便紧张起来 是传出问题了 不 去往白城的船已经整点起航了 家里的老太婆带着女婿一家子先过去 没发现我悄悄溜下来了 宅间不好意思地笑着 女儿好像也很生气的样子 刚刚打电话过来把我骂了一顿 都这么大年纪了 让人怪尴尬的 不过 实在没有办法吗 一想到是山下那个家伙在管账 我就放心不下来 那个家伙出去吃饭 从来都不开发票的啊 还有总无事令过后 总要有个人来作账避税的对不对 别人万一贪污了怎么办 怀指老大你又从来不看报表 总要有个信的过帮忙盯着吧 怀师愣住了 没有说话 宅间吭吃着 直到不知道该说什么 许久 他抬起双手梳理着自己斑驳的头发 弯下腰 郑重地报告 我回来了 亲分 漫长的错愕之后 怀师忍不住大声笑了起来 伸手拥抱着他 大力地拍着他的后背 欢迎回来 宅间 再没有消息 比这更令人愉快了 宅间的归来 为如今士气低迷的怀指组注入了一记强心针 连47岁的财务都已经打算挽起袖子和大家一起抡大刀片子了 原本陷入茫然和不安的组员们也安定了不少 反而宅间开始头疼上火 刚刚才走了大半天 山下那个家伙就把自己的账给弄得一团糟 出入完全就对不上 气得宅间眼睛都红了 开始拽着山下一张一张的对收据和发票 隔着门都能听见山下悲愤的咆哮 不就二十吗 又不是二百万 了不起老子自己把钱掏了行吧 给 找我九千九百八 你这个混账东西 不要给我小看财物 宅间拍桌怒吼 爷爷我倒给你二百万 你给我把这二十块的账做平啊 还有 为什么组里人吃午饭要算在招待费里啊 你认不认识餐费补贴这几个大字啊蠢货 我中学没毕业 不认识 你来砍我啊 来啊 总之 很热闹就是了 组员们也松了口气 虽然留下来的人并没有因为退组的人有多少动摇 在经历了一整天的压抑氛围之后 如今竟然不可思议的感觉到轻松了起来 在总无事令的阴影之下 有差不多二十多个人退出了 这个数量倒是比怀施所预想的要少一些 不过那些凑数的外围怀施也根本就没有算 怀直组正是成员满打满算 也才二百多个人而已 连个中型企业都算不上 不过管理起来到也还算方便 有买股胜索随时查看好感值和忠诚度 倒是不用担心二五载 赶来怀直组的二五载 基本都被怀施策反了 剩下的实在罪孽深重的 那就只能忽然感染了奇怪的深渊病症 送进ICU十日游了 有了大群的加持 接下来总无事令期间也能够最大程度的避免损失 到时候 等这一切结束了 自己就能够重新开始计划 就在他靠在椅子上 思索着接下来的安排时 却听见楼下的喧闹声骤然停滞了一瞬 紧接着沉重的脚步声响起 上野竟然连门都来不急敲 推门而入 神情紧张 老大 不好了 你快看电视 怎么了 忽然这么紧张 怀师翻了半天找出遥控 打开了电视机 正准备问哪个台的时候 就看到京都电视台上料理节目的画面忽然一颤 然后插播起了紧急新闻 京都单波区特大交通连锁事故现场 高架桥下 青岛的油罐车中升起滚滚浓烟 随着直升机的俯拍 又是一阵剧烈的爆炸 流淌的汽油带着火焰 蔓延向四周 点燃了旁边的屋子 消防车辆源源不断地喷出水柱 无法熄灭那些焚烧的火焰 有哭喊的声音传来 被从火灾现场救出的孩子还在呼喊着父母 可是嘈杂之中却无人回应 而就在摄像机的拍摄中 怀师却看到了浓烟下面 焚烧的油罐车旁边那一具轿车的残骸 还有上面同盟的标志 那是升天木的座驾 昨天的时候他还开着那一辆车去拜访了将军 今天就被油罐车撞击爆炸了 那升天木呢 半个小时之前还在给自己打电话的那老头呢 随着手机的震动 一条来自赤其城的邮件弹出来 总会长御席 素质百元 怀师骂了一句脏话 从椅子上跳起来 扯起了衣架上的外套 上野去开车 我们去医院 上野没有啰嗦 干脆利索地接过车钥匙去开车 不到一分钟 一辆车就从怀指商市的后巷中急驰而出 赶往由同盟所建设运营的百元医院 在路上 怀师就打通了赤其的电话 什么情况 有灌车撞击 幸亏总会长谨慎 有天田先生随行 否则恐怕就要遭遇不测 但还是被爆炸冲击 现在正在进行手术 具体情况尚不清楚 谁干的 应该是K字党的手笔 那群额连老一旦来软的行不通 就会撕破脸皮搞爆炸袭击 赤其压抑着恼火提醒道 你小心一些 既然已经发动了进攻 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我知道 怀师抬起眼睛 他说 我已经看见了 后视镜的映照中 忽然有四辆急驰而至的机车 骑乘者穿着机车夹克 戴着漆黑头盔 墨色的面罩之后 恶意争鸣 不顾身处繁忙的闹事 最前面的人就从口袋里掏出手枪 对准汽车连连扣动扳机 只可惜这一辆从生天木老头而手里蹭过来的轿车是全防弹配置 这种小口径手枪根本没有卵用 紧接着 便有人拧动油门 加快速度冲上前来 从背包中拔出了一把斧头 奋力地披展着怀师旁边的车窗 怀师默然地看了一眼 收回视线 紧接着 上野就猛打方向盘 整个沉重的汽车向右侧挤压 直接将冲上来的人挤在墙壁之上 剧烈的碰撞和刮擦之中 看不到他的踪迹 急迟的汽车骤然一震 好像从什么东西上面撵过去了一样 在背后 迅速翻滚和回旋的机车砸在隧道入口的地方 轰然爆起了一团火光 可依旧有不怕死的袭击者冲向前来 冲最快的人抬起手 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个沉甸甸的东西 带着吸盘 抬起手来 正准备贴在车窗上 可紧接着 车窗轰然破碎 骨手动荡 自内部瞬间击溃了厚重的防弹玻璃 紧接着 一只手从里面伸出来 像是铁钳一样 捏在了那一只抓着炸弹的手腕上 五指缓缓收紧 自骨骼破裂的清脆声音 袭击者发出惨烈的尖叫 奋力挣扎 但是软啪啪的手腕却无法摆脱前置 甚至 开始被拽着走 百年修得同船渡 既然有缘 不如坐个顺风车吧 隔着浮现裂痕的面罩 怀师端详着窗外那一张渐渐在惊孔中扭曲的面孔 露出微笑 上野 加速 于是 上野宁笑 踩死了油门 汽车的速度开始提升了 连带着袭击者一起 窗外的风声中有嘶哑的尖叫声响起 袭击者身下的机车迅速的摇晃了起来 难以跟得上这样的速度 终于 失去了控制 从袭击者的身下脱离 翻滚着撞在隧道的墙壁上 爆炸 而温馨的顺风车之旅 才刚刚开始 人和人的体质不能同日而语 就比方说封月 能够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 在四个小时内把一张砍了重新写一次 而更牛逼的读者 则能把月票一下子投出去好多张